今次首歌叫Sheesh 好像呢 旁邊聽到很多聲音 聲音是說你不行 不行 Sheesh 是一個感覺 就是覺得你們有點吵 好嗎 我有分數 有少少這樣的感覺 歌的內容都是在說這件事 旁邊的人怎樣看少你都好 一定要對自己有信心 終有一天你一定會成功 就會跌了下巴 跌了眼鏡 今次我們的MV就拿了一些歷史的事例出來 那就是什麼歷史事例呢 就是說以前人類是完全不相信 人類能夠在天空飛翔 在取笑一些發明家 覺得他們傻呀 天不行空呀 不踏實呀 但是現在呢 一天都飛機 一街都電腦 蛤 打裂他們的眼鏡 現在這個世代很多人都會很喜歡 將一些標籤放在其他人身上 哦 你是什麼的 你是什麼 好像我們而出道那樣 哦 你們是舞蹈員 哦 你們不會唱歌 很多人都會放不同的標籤在你身上 但是這個標籤 究竟你怎樣拍呢 是不是它標籤了你就是呢 還是其實你有其他方法去 去描述 或者去解釋你自己的態度呢 那我覺得這首歌是 有一個好心的意義 去給大家反省一下 我覺得是 我不能夠說我們現在已經做到我們 想做或者是 想達到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我們這幾年 從一開始比賽完了出來 大家都覺得 哇 你們行不行的 你們十二個 蛤 你們做歌手 下年就沒有了 那我們都現在堅持到去第五年 那我不是說我們現在做得很好 但是我覺得我們這幾年 不多不少都有一定的進步 然後去慢慢去繼續 在這一行那裏 去滿足大家的需要 希望滿足到其他觀眾的要求 我覺得MIRROR 接下來都是做回我們自己 可能剛剛的問題 我可能不會答你行不行 或者答你我們去到什麼位置 我們就是做回自己 繼續履行我們 第二句的就是 我們要給自己信心 繼續做 答案就留給你 遲些回答你自己 我覺得MIRRO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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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個答案是 其實 不會現在找得到 還有我覺得 就算無論結果是怎樣都好 我覺得我們十二個 都是保持一個 我們只是喜歡一班表演的小朋友 我覺得這次這首歌的排舞 都很配合到首歌 剛剛MIRROR 剛剛MIRROR 一個比較輕鬆的態度 去應對剛剛MIRROR 剛剛MIRROR的事情 其他人很多人都會給你 很多不同的意見 但是 最後的決定是 放回自己 打回自己的節奏 我們用一個 輕鬆 換味重一點的形式 去交代這件事 我覺得這首歌是挺有趣的 對